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得赶着重做起划书呢 是 对了 总裁 那个清洁工家里有事 想早点过来 可以吗 随便吧 好 我还得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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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诚啊 你的表现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第一次在面殿遇到你 你帮我挡了那碗热汤 我就觉得你是个耿直又值得栽培的人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觉得我的眼光是正确的 谢谢董事长的栽培 可是 恐怕我要辜负你那份好意 怎么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要离开宋室了 为什么 我很感谢您给我机会进入宋室 可现在 我终于明白 是您的原因我才能升职这么快 同事们也都这么认为 是总裁的原因我才能当上科长 大家都很有意见 所以 非你要离开 继续留下来的话 总务科的同事会有更多的不满 你错了 你的晋升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跟宋摇更是没有关系 你的晋升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可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小诚 如果你那么在乎同事之间的闲言碎语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小诚 你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 做大事的人不应该受一些小事情的影响 面对困难 应该做的是面对 而不是逃避 身为主管 你要有这个能力来管理下属 更要有这个能力 化阻力为助力 化阻力为助力 对啊 在任何时 任何时候 你都应该有这个能力来把阻力化成助力 而且 你之所以升职 完全凭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的才华 而你的能力绝不只是当个科长 我相信有一天 我能把你栽培成我的左膀右皮 可是恐怕我 陈华 你再这样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 完全凭的是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写的企划案 我不准你再怀疑自己的能力 留下来帮我 听到了吗 啊 小程 好吧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这才对嘛 董事长 如果没有别的指示 我去工作了 好 你去忙吧 哦 对了 以后私底下呀 还是叫我阿姨就行了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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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